来自中国最新的消息 中国广东清远的 铝制品加工茶 发生了爆炸 那这起爆炸 已经造成了四人死亡 一人重伤 这是最新曝光的画面 当时的爆炸瞬间 那这个黑烟呢 是炸出了十公尺以上的 迅状云 工厂的零件也都被弹飞 附近的住家门户都被震碎了 那初步的了解是因为 在制程当中 铝水泄漏到冷水池中的事故 那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那我们也会后续为您 继续关注报道